大家好 星期日愉快 今天已经是22日 星期日了 9月22日 应该这么满热的天气 今年好像一早就说天气比较满热 今年的天气 但是好像又打风不多 风季就没了 十月都可以打风 起码不会有山竹来享受 打个阵风 一天半天 今天两个话题正了 我觉得真的正在对我来说我每天都要说话 尤其是很多人说我这天又说阿超 坦不过大家是喜欢的 尤其是淡季话题不多 我又给海外KOL说他们不说阿超 他们不敢说还是不认识呢 我就当他们没跟着 没那么多话要说 你跟着我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专家和不是专家 我们这些是赌超的专家 以前是做了赌董专家之后 他一言一行 我都看到 特别是看到中央对他的态度 就可以准确一直跟着预测到他的命运 命运堪摩 是不是 阿超的命运非常堪摩 我觉得现在最堪摩是什么呢 是不是 比如这么说 你这个小孩刚刚老师赞完他一回到家里 啊 老师今天说我厉害 继续就不断了 你这小孩都直至恶反应 为什么赞完阿超不说话呢 挥挥手 本来做了图的 现在拿了他去做 做什么呢 是不是 反而回到香港沿路昨天下就回来了 发灰气 快点走啦 是不是 能交代几句 记者问他 三次提你要改革 我想是什么记者问的 零一个记者问 所以 特别强调 他不回答 其他的根本没有记者去到 我猜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人做过任何其他的採访的 尋办就是拿这些政府的新闻报告和港澳门那个 政府的抄新港澳门 一个新闻来源就是港澳门的公告 大家看啊 不信看啊 看完这么多的媒体了 无论是迷惠大公 还是零一 接机的时候是有零一 等啊 记者 那就变了有多少少资料 哇 非常没有资料 这么没有资料的情况之下都要评论 还要讲三十分钟 最少 不是识心人物 而且要中啊 五中 五中没有人听啦 每次都很多人听的 特别高兴的 特别在黄淡季 是不是 阿超就是我的收视保证来的 好了 讲了些什么呢 几句而已 因为迟说话少啊 首先 是不是 我有一个疑问的 因为你没有记者去呢 其实没有人现场问东西啦 没有人现场报道 没有照片的嘛 那只有两张 一张就是他现在做了图了 两个都在目的目的面对着坐在那儿那些相片呢 那现场有什么人呢 不知道啊 那在门口拍了一张相片 就有九个人 九个人 那就以致呢 其中一个叫做黄振民嘛 就是讲法律的嘛 其余的我不是很熟啊 好像有些香港的 因为除了茂波的样子看到之外 应该呢 港澳版港澳事务分较工作的副主任周领 不知道是谁 陈茂波也认得了 参与会面 总数九个人 中方都应该占了三四个 是不是 一人一半 即是说除了茂波 阿超就应该是特首版的主任 是不是 所以关门说了什么呢 公开给的信息就是官方的文献 如果你拿着这些官方文献 现在没人留言了 赚我 又说不赚阿超 现在就赚了 赚 赚到尽了 是不是 充分肯定 第二级是最坏的 是好一点 就是语意肯定是最坏的 好像上次回报的时候 说语意肯定你的工作 现在是充分肯定 那又怎样呢 充分肯定 我的说法就是句句也有骨 一说你就明白 句句也有骨 我首先就说不讲他说话之前 我说究竟这个回面是不是就是他的报告出来 这个官方的宣传这样理解呢 如果是 甚至我什么都不是 拿着官方声明 我想阿超总拿着吧 是不是呢 因为港老板上了网了 是不是 看到赚你了 是不是 我是阿超 我走出来立刻 我和主任会面 他充分肯定我们特区的工作 我们继续努力 很关心香港 怎样都说几句吧 挥挥手 尴尬的笑容 那就上车走人 是不是 记者想他发表多两句呢 当然啦 记者都醒了 听得我多了 听得我视频多了 多重要啊 保龙也是听我的视频 我警告了一些东西的 你不见他 很害怕啦 是不是 你不见他 你不见他即是准备解除他了 没到时候 大家有留意 我从来没有说明天就解除他这些东西的 我不会这么形容的 因为一定有迹象慢一点 现在所有的迹象是慢慢铺陈着去逼他脚痛 是吧 大把时间 是不是 未到要缺断的一刻 但是我就觉得他那个达克摩利斯之剑 达克摩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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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头顶 圆顶之剑 即是在松紧的 那条绳子 阿超就感觉到的 是不是 阿超 你要多谢我 自从我警告之后 你不见他 即是准备解除他了 不行啊 保龙一听到是吧 是吧 是吧 太不给面子了 带团来 但是如果你说高兴带团来 我问 这个会见为什么不叫所有团友来 寄不下一个厅 是吧 带了一百人 你怎么都选二三十个好吗 喜欢就来好吗 一起拍张照在门口 是吧 是吧 诸如此类啊 或者会见的时候 骗手啊 是吧 是吧 然后他们走啦 你和阿超要开会 又不是开会 其实不会摆不了灯 找过什么 一起拍张照 这个是代表团来的嘛 经贸代表团 不是 不是 朝见了四贱过 他啦 茂波啦 数到的三个 好像很正义都是 我不认得那些人样的 但是有张照片是九个人的 你看文汇报的 就见到九个样 香港有什么人呢 总之就不多啦 他里面怎么也有两三个 是吧 还有一个副主任一定是啦 还有一两个 踢鹿士之类啊 所以呢 几个人啊 是吧 关门的时候说了什么呢 有没有整碗猫面啊 超吃一下呢 不知道 是吧 当然我不敢说他有还是没有啦 看来就有啦 否则阿超不会呢 失魂落魄 他像什么 你记不记得当年戴夫人呢 关门呢 邓小平屌刺他啊 你出去啊 我一定要收回来 你老尾啦 你不行我啦 太短了 你信不信我这样啊 是吧 夫人说 我刚刚才打完福克兰战争而已 啊 我们大兄弟说 三 三年前我们打越南啊 美国人打了八十年都打不赢啊 我们一下子就散到梁山了 直撒 何来啊 我们留住手而已 吓死他了已经 我用什么怕你啊 你强你美国人强啊 美国人都打不赢那边的越南 我们打贏了 你知道吗 哇 没说到这些啊 有传出来的 没说过这些啊 总之呢 夫人走出来 哇 这就是狠狠了 这就是狠狠了 那就超幸好 没在门口上摸下啦 是吧 就是强颜欢笑 回来 回来香港了 但是呢 里面当然是会面的时候 说了一些冷酷的说话啦 没说过 好 但是公开呢 因为被监察 被舆论监察着 有个案白天天在看着 做好做丑 是吧 于是会给你一个正面的评价 是吧 特区政府做得好 以你领导 是吧 但是他是向工商界下说 我们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叫工商界的代表来 跟着你来了 都希望见一下那些代表 做近代英雄的嘛 个个都想 是吧 商界佬是这么误实的而已 那些设宴几围招待那些 是吧 吃个眼也好 是吧 没有 那其实已经冷屁股的了 对着你的什么代表团 不知道什么 有了 上来骗骗骗吃 不理你了 是吧 不是这样啊 保龙你到香港各界热情招呼你 现在各界上来 叫你放几围都不肯 就是不做了 是吧 那也不是很大件事 是忙的可能 有什么忙啊 退休阿伯 是吧 趕着去拆十字架 是吧 好了 保龙不理他 还有就是 主要是召见几个人 就是私下 不是 一闪门说了很多东西 那这些东西一定令到阿超 就好像戴帅月夫人闪了门 是吧 吊了他一轮之后 心惊惊下来就跌倒了 是吧 他还是心事如麻 出到机场见到记者 是吧 他下午出机场上去见他 应该上午见他 上午见他 昨天都没见这个新闻 既然就赶他回香港 是吧 出到机场的时候呢 记者等着他 招招手 阿超就不搭上车走人了 这个动作 这个body language 证明阿超心情非常之差 就是一定是三门门吵架了他 很多 没证没据 纯粹推论 是吧 不知道萧生会不会推论到这些东西呢 你看萧生 因为我已经跟了这个阿超 萧生永远不像我这样的 天天跟着 跟着李家超 他一言一行呢 而且细心比较 是吧 所有细微的地方都看完了 说完了 我们看官方 官方很准 是吧 原来官方都塞了很多沙石在里面 有心串你 关门就更加吵架了他 我猜就是了 是吧 看看新闻 二十一号就是昨天 劫作行程下午五点半抵达国际机场 由机场轨分室布出两车来去 记者大声问 港澳门夏宝龙第三次讲海革 施政道告 会不会回应啊 正路都很紧要 正路都很紧要 有问没问 没有想过要回答 没有想过准备回答 即是你可见阿超 是吧 我告诉你听 阿超的人是怎样的 我的评价就是这样 这个奸子来的 不奸怎么会一直捉人背脊捉到上去做了 但是他就不是奸去出汁那天 不是奸去出汁 也不够胆呢 人家明骂你呢 还说他赞我啊 即是 有没有给到deadline呢 再不搞定 灰泪斩阿叔的了 有没有给到这些强硬的说话呢 就不知道 但是一说改革这些东西 肯定是几个月你怎样的 一定是说那些难听的说话 包面一碗吃了 所以你还问他 怎么说呢 如果你说有有有三次改革 接着你说了什么呢 他怎么回答呢 阿超根本什么都很惨的 现在不知怎样的 行安坐不下 心事如麻 召了他上去 训斥了一顿之后 所以就不断意义快地去收手 走了 没回应提问了 好了 那我们看正式港澳版的新闻了 夏宝龙昨日 我发觉01是暗报啦 香港电台暗报啦 文汇大公也是暗报啦 证明这个是闪稿来啦 做一篇闪稿 我也评论到这么多东西 不是知心评论而怎样做到啊 你可以不同意的 不同意的 讨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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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必录啊 昨日与李家超会面对特区工作 我给予充分肯定 哎 整个上司对下属 其实不适合 习近平就适合 平婆 大家平牌而已 当然现在当是高了 半级那样啦 当你是啦 现在直策核中央 是吧 所以肯定 好了 好过不说话的 不肯定就还死 自从听了我的评论之后 煌龙 煌龙听了我的评论之后 知道啦 不赚他是不行的 不合规矩嘛 我会解读为你准备炒他的 所以就迫着都要赞他啦 未到时候 是吧 所以 充分肯定 行了吧 应该是超好高的 回来不断吹的 出轮转 哎呀 主任说我好啊好啊 充分肯定 不说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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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区政府团结社会各界主动应变 释变求变 积极稳妥推动各项改革 找具体重实效 我永远告诉大家 这些奇异或者是希望你 鼓励你 其实就是说你做得不到 做不到做得不够 做得不好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的 要你更快更好 鄧小平下來了看完 更快更好 即是說你不好 不夠快 特區改革 個個繼續繼續拼命去推動改革 現在已經不知道第幾次講了 識邊應邊求邊講過了 積極穩妥推進各項改革 找具體找實效 又不具體又沒有實效 這是事實 接著這堆說話 我就混在前面的圖上 他說 積楞特區以鮮明的改革理念 是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說我就知道 不要疾我 你疾我你就要舉事實 擺事實講到你 說我亂說 好 波容說 你們已經特別提到 指你們已經在做 阿超 你在做 鮮明的改革理念 是什麼? 不知道 實實實在在的改革措施 是什麼? 熊貓經濟? 夜昏昏? 共濟人搞愛國? 消費? 沒的 不知道是什麼? 實實實在在的改革措施 舉措 唯一就是 沒的 就立了23條 一件事一件事來找 有嗎? 一件哪件? 找到哪件事? 你要問阿超 最重要是拿著這幾句 啊 主任你一件一件事來找 你搞了什麼? 有力推動各區各區取得新進展 有什麼新進展? 減息啊 減息啊 減息是你做的嗎? 為什麽是美國做的 跟人家在做的? 搞了什麼? 沒的 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 有什麼新進展? 沒的 展現新氣象 新氣象? 整條街空的這叫做新氣象嗎? 你會奇怪 是不是? 明明不是 要做什麼這樣說? 做什麼說? 讚阿超已經 這些就是講反話了 我舉個例子 大家馬上明白 如果對著李永達這麼高的人 先進去 不好意思啊 達哥 哎呀 高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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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都叫啊 你覺得他在讚真是高大威猛 還是在笑他呢? 大家當然明白了 你對著阿超 哇 你書鄉門帝 學父母居 是不是? 簡直是只願學者風範啊 阿超哥 香港特區有你領導 真的是行啦 文有德武就行啦 文武兼備啦 沒有就是的 事實來的 文呢? 明知道他是足學生啊 哇 你飽讀私書啊 學父母居啊 簡直是學者來的 你什麼在笑他呢? 是不是? 你這樣說我 我都認的 我夠膽 我不敢的嘛 我是港師而已 我又認學者 你以為我是蔡子強嗎? 港師不可以叫學者 你怎麼知道? academic 在大學教書的人 應該這樣說 學者 你不是鄭教授 都不敢自稱學者 有些人就自稱 在那裡教一個兼職都說自己學者 那些人是亂來的 我絕對不會 但是人家叫到了 教授教授這樣 各位網友稱呼我 教授教授老師 我謙虛地認了他 但是心肢肚明的嘛 如果你過份吹噓這些東西呢 就是在笑著你 啊 岸伯真是好東西啦 啊 博士教授也沒有你這麼有學問啦 岸伯 就是你在笑著我沒有博士學位啦 整天吹來吹來吹來 三個都是master 最厲害都是三個法律學位 在笑著我沒有博士學位 更加不是教授啦 是不是? 明明什麼都沒有做過 充分肯定啦 你帶人小個街又主動識變 又應變 又求變 如果是的 就不會經常提你 喂 會變應變投票 這些全部都說過了 你有聽我就知道啦 我找回啦 好像六月那時候說的 積極穩妥妥向改革 具體 過了兩個月 說了你什麼都做完了 是不是? 然後就說你已經做了 明明沒有啊 是不是? 特區以鮮明的改革理念 實實在在改革措施 一件一件事一行一行的推動 有力推動 簡直就是對著和尚說 你把頭髮真是漂亮 好了 夏寶龍特別提到 希望社會各界 特別是工商界企業界 堅定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團結一心搶 找機遇拼經濟搞建設 謀發自願 把國家愛國熱情轉化為一項項輕煙 是不是? 一項項具體的實際行動 特別提到 對著一超說 我請問 如果你說這些是不是叫那幫人一起來 是不是? 拍張照 擺幾圍 是不是? 然後在說話 是不是? 社會各界 特別是工商界企業界 整百人來了 你不見他們 但是對著一超說 我希望 外面那一百人會幫你 那一百人是來吃東西的而已 就是來旅行而已 是不是? 公費旅行而已 就是呢 希望他們堅定支持你啦 依法施政啦 是不是? 團結一心 炒機遇拼經濟搞建設 謀發自願 丟一堆臉就套餘 還愛國熱情 不要學李嘉誠那樣搬了錢走 愛國愛港 轉化為一項具體行動 不要炒樓啊 不要劈價賣樓啊 對誰說這句話很明顯是對工商界說的 為什麼工商界不叫他們來呢? 多矛盾呢 是不是? 即是呢 煲龍做事是不是這麼矛盾呢? 不是的 我想不是的 即是他都不知道怎麼算的 那條事就頂住了 又還沒炒得住 是不是? 即是還沒告訴你什麼時候走 阿超不知道的什麼時候走 正義難測是這樣的 但總之不是時候啦 但又要… 又要…so must go on 日常的工作 你一隊人上來都要見一下你啦 不見又給個白駡啦 白駡你就炒了 所以不見你啦 那就見你啦 見你又要 見你可不可以罵你呢 罵你就關門啦 我猜 我猜而已 但是公開的新聞稿就當然要讚你啦 讚你就有骨啦 句句話都 是不是? 就對著和尚呢 讚你那個頭髮漂亮啦 就是這樣啦 整件事就是這樣啦 明白嗎? 同不同意我的分析嗎? 同意好不同意好了 是不是? 純粹推論 就是這麼多而已 你當然啦 阿超就很生氣啦 告你這個白駡啦 叫我下台這樣 我沒有叫你下台啊 知道了 我提醒你怎樣頂住這件事 我告訴你 施政報告又來的啦 上面又有話要說的啦 它已經天天在挖空心思 給你一些有骨的說話了 但是你好像炸不明白那樣 搞得好呢 做了三年 做了三年 陰哥 是不是三年這樣捱過去呢 辛苦啦 阿超 但是首先要搞定 接著一個月內的施政報告 我都說你準備一億元 不是一億是十億 一億 一億 就是十千 不是一千億 一萬億的 發展藍圖大計 在施政報告裡扔出來 是不是? 不要問中央啦 臨時最後那個人塞下去 公開講了 然後那些人問你錢呢 準備花紅債券 那些人買完了 買不完 中央會買的啦 我向北京銷售 中國這麼富裕 是不是? 他只是要求我改革創新 那我改革新是要發展的嘛 那我就整給你咯 現在整了啦 那你不要嗎? 不要?不要就再想一下咯 是不是? 那怎麼樣 你只是叫我整給你咯 當然希望我整成啦 我認為整成 你不同意 沒辦法 等於當年起千億 千億發展機場而已嘛 英國佬 是不是? 嘩 你善我啊 這樣 一定不會善你善他 是不是? 我都不是叫你善他 我叫你不停講一下而已 那他一定不肯的嘛 不肯就算了 就繼續咯 不是 香港多好啊 是不是? 又減息了 是不是? 數據又是欠人很多錢 還要繼續發行債券 有人買啊 是不是? 香港老夜肯買 你那些銀色債券 發行多少都買啊 高息的嘛 好過給AIA賺啊 這些這樣的 好過給美國那些摩根士丹的債券賺啊 這些這樣的高 就是存錢而已 我存錢 他們存錢 特區政府 拿出來先用 這樣 是不是? 將來還啦 將來還不到 將來的事啦 老夜會死的嘛 到他死的人都不知道 扼夠了那些錢 拿出來買你的債券 是不是? 是不是? 頂住先嘛 說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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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另一個話題啦